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个动作 云绳 二十七式 云绳 面临这个太极拳 人们都会去描写太极拳的外在特征 行云流水 那么这个云绳 就符合这个特别 行云流水 上面 在行云 下面是流水 两脚不停地转动 这叫流水 行云流水 是这样做的 注意行云流水 这个云首 云首的歌曲 描写 这个云首 是这样描写的 两手 转环 东复西 东复西 东复西转 两足 横行 不发旗 来回 运气 横 不移 一 双旋 双旋 日月 照乾坤 那么云首 这个动作是 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 一个开步 盖步 开步 盖步 盖步 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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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就行了 根据你的场地大小的话 你可以做上五次 场地小的话 也可以做上一次 或者两次 但是现在我们谈一下 它这个行云流水的要点特征 行云流水的要点特征 注意 我们从 单边 单边开始 单边开始气晕过来 有中气 灌输 好 两手拿入劲 一条长舌画系东 放松劲 看劲不丢 身体微微地走向左侧的肘劲 往左侧一转 再往右侧走 旁劲 然后右手下来 合 再走 向右侧看 当右腿 走 走 右脚的脚尖上去 左手上方 高不过眼睛 下掌手 合住这个 胆田 对于重心后 后坐 一点一点 前 脚尖 脚尖 脚掌 然后往下掌 往下掌 当做到脚掌的同时 开始 开始踢 开始踢左脚 踢左脚 左脚踢起 好 开 啪 开步了 然后看右手 右手 右手向右侧化 然后下探 左手往上 左手往上 走 蹬腿 踢 然后踢右手 右手在胸前 踢起 左手下探 一上一下 走 踢 开步 看右 看左 好 再来一次 合劲儿移 合劲儿 看 合劲儿 螺旋蝉丝 往右走 啪 也是螺旋蝉丝 靠右身体的女性向水 也有靠身法回旋的劲儿 走 一 有这个 撇身锤的内含的味道 走 一 看右手 左手看住身体中心了 左手看住身体中心 右手下沉 提手 倒步 合倒步 上面一定要做好平行动作 啪 看右手 左 右 走 走 这么走 开步 一般为脚蹬 蹬步 盖步为套步也叫偷步 一般我们做摔法的时候 要做个盖步套步用的比较多一遍 趴 趴 踢 转身摔 所以说一般 我们将这个允手多用来防守动作 趴 趴 趴 往来 防守动作 在身体旋转 找到身体的平衆位置 SSIC 进攻 是这样的 但是云手更有工方的含义 从云手中我们可以练习 它这个上盘与下盘周身的相合和协调作用 那么手臂的功夫 螺旋缠词的云手手臂的功夫 从上到下 它是一个圆 在这个圆中可以变化出无限的近的特点 也可以做出无限的近的作用点 啪一个合劲 啪一个合劲 啪就在这儿 啪啪走 八个劲都在这个圈中走出来 这个就不再说了 因为这个前面可以多着的 有关这个单与手双与手的动作 不在这里提了 好 我现在把这个 从头练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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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很明显的内在变化 还有这个开步 开步 多数位 那么开脚如果对方的拳打过来 啪 啪 这是一个开步 一出手 啪 啪 再来 一出手 大手 啪 这是个开步运气 打手也行 双手 大手都行 怎么打手都可以啪 它不是靠你的 这个手在抓 是浑身的转动 再接着啪 再接着啪 所以说你晕过来啪 就做好 单手 打手 走 啪 也下去 那么倒步 倒步是一种踢腿 对方一进攻 一开手啪 一开手 注意看 他踢 踢腿 走 啪 踢腿 这么进攻 踢腿 他要换腮子可以进攻 腮子是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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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的变化 它有外翻踢 内翻踢 比如你用这个 左边腿向不进攻 左边腿向不进攻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 扣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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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走 走 它都用这个变化 主要是在变化中走着平衡动作 左旋右转 左旋右转 这个平衡动作 它只要是关系到 只要是关系到 你这个行云变化中去 行云变化中去 它都有阴阳相交的 特点都有阴阳相交的特点 因为这个可以开开 拉好 然后撤步 拉好撤步 这里是大手 开 大开 是这样的 大开 走过来 再走 拉手 拉开 来 好 行 高探马 二十八手 高探马 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探 按不安 探马 就比上马 骑马一样 手一个搭住安 然后 转身上马 模仿这个动作 所以说这些外形的 这个概念性的认识 那我说高探马 是接 匀手 匀手 开始做的 匀手拉开 接匀手 一探开 然后右手往下 往下沉 左手往上 看出心脏 看出心脏 踢腿 踢腿 开步 那这个开步 有一点像蓝扎衣 开步 开步的动作 有点相像 那么说 这个开步是 往前的 倒步 好 往下走 提膝 在膝盖外侧 合个劲 合劲 开步 这是一个要点 开步 然后 追手 这个手 右手 向左 内核 奔左腿 重心 向后 重心在右腿 右手 向左手 与膝盖上方 然后右手 右手 肋顾前部 右手 小肤外侧 走 左手 左手 右手 有点像是 开工射箭一样 拉工射箭一样 有这么个动作 这是 然后再翻手 看右手 旋转转身 旋转转身 它不是上下转身 往上这个旁 所以身体的平行转立 手经过 从耳侧 尖上方 右耳侧 出去 倒步 推掉 推掉 所以说 它这几个要点 我再演示一下 连贯起来演示一下 一 倒步 二 三 开 右手 往下 提起 开步 左转身 走 手 随身体 往右螺旋 前次的同时 往下飞 看 翻手 翻手 那么说这个步法 是斜的 是斜的 往前 拉开 然后合手 旋转身体 旋转身体 扣到 这个步 也有向后扫的概念 一个高扫步 的概念 旋转身体 转过来以后 旋转过来 脚尖内扣 一脚后跟 为这个轴心 内扣 转过来 好 现在 我把这个 动作 再详细的 说一遍 匀手 一 右手 上旁 高 不过眼睛 那么右手 合余 这个 小腹前 好 走 身体 右转 右手 想旧后 画弧 往下画弧 同时 提 右腿 哈 提 右腿 在右侧 有疙瘩 走一个圈 从这边走了一个圈 哈 开步 所以说 转身的时候 手 只会是步法 身法转身 但上去的位置 左手 看出心脏的位置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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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身 一 扣脚 合手 造 一 啪 手出去 一个内转外翻 手出去 重心 在这个 右胆 还是须部顶低 那么左手 放到小腹前 右手 往外放 击倒出去 好 刚才我们把要点就说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歌诀 编对高太马的歌诀 有很多种说法 现在我们就按照这种说法 上下 手足 各相随 是上下相随的 后往前转 没吃一 直分身法转不转 可以身法转 身法转不转 波及各有各兴起 好 这种说法 不许多 最后 嗯 对 我 能吃 你 好 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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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跟大家分析一下高探马在实战运营中它的进入 得妙用一供朋友们参考 当对方以右顺度向我进攻的时候 往这边来 右顺度向我进攻的时候 追着的大手 高探马一开始要个大手 大手 开步 这个动作 好 对方上步 大手 开步 这就是大手 上步 然后劲儿往外上 腿呢 看住对方外关节 所以当对方的拳往这边进攻 一 碰 这是一个碰地 碰 身体转一样 急 碰 急 转不开 转了 下面走一个合劲儿 当走合劲的时候 现在 踏出去的步 现在是 生活的 那么劲儿往这边一旦 一合手 一旦 腿往外一弹 它会出现一个顺劲 往这边的代理 走 走 推 往外弹 螺旋叹息 它有个弹的概念 注意 大手 大手的劲儿往外涮 往外涮 出去 这是一个劲儿 另外呢 当这个对方 这个劲儿 这个劲儿走完了以后 走 它走完了以后 合劲儿 内壳 外开始 内壳外开始 可以 说对方 左手向你进攻 内壳 内壳 和内壳外排 它 这是一个这个弧行 它 借助对方的拳 螺旋叹息 当对方的拳 左拳向你进攻的时候 我喊凶 和这个对方的左手 的右手 回去是同时的 所以一看手 是同时出去 向你进攻 这是一个阴阳 外壳的 一个空间 抽走 啪 就出去了 所以是这样大手 啪 靠腰间 这个动作要靠腰间 靠腰间去动 翻手 走 这个翻手 撤不走 撤不走 翻手撤不 目的是把这个 右手放在前边 也可以上路 高碳马 拉开以后 也可以上路 照样裸成高碳马的一个定式 那么退步也可以裸成高碳马的定式 所以当对方左侧向我进攻 左侧向我进攻的时候 我可以走 也可以走一个上路 往这边来 注意他这个一切的一切就是 搭手的环节 这叫接手跟中的 全向我进攻 啪 搭手是这样的 所以说 走 搭手 啪 高碳 往高处碳 对方的头部 走看走 手看头 你看 走看走 手看头 来 走光 礼合 手 往头上摊 这样做的 所以说走 好 啪 啪过去 啪过去我上一个步 走 啪 高碳马走进来 啪 收 半步收回 再走一下 往那边 注意这个镜头跟着 走啪 手看手 然后进步 啪 再走一下 合住进步 走 啪 走 这位高碳 上步 还有道步 道步是一种车身 对方的船向我进攻 进攻进气 我侧身 啪 要侧身 转过来 要进步看清楚 全向我进攻 你快点 须目向我进攻 要进大步 走 啪 全身 这个悬身很重要 走 啪 就看住对方 看住一个劲 走 啪 当对方的全向我 胸部进攻的时候 挂劲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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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劲 你快点去 啪 啪 挂在这 啪 让对方的拳过来 活过去 这位高天的马 进攻 可以用掌 用拳 都可以 也可以 截入对方的劲 都可以 啪 啪 看住对方的劲 再走 走 啪 啪 高天 手 看肩挺 肩挺学 动漫 打动漫 这个会 往大拍走 勾光 劲 都可以 这么做都可以 再走 啪 走 啪 就要高碳 再走 啪 静静 高碳 好 高碳 用拳 打动对方的脸部 目的是将对方的全力 吃进去 旋转身体吃进去 要清零此度 啪 走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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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29是 右插角 第三是 左插角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 右插角 左插角 放在一块说 因为它们的特点 运制方法 特点 都是一样的 和练习方法 只是反而去做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一块把它连接起来说 把它连接起来说 和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它是在这个武党战争中 对付人多的方法下 然后呢 就是提起了精狂 提起了精眼 然后组成这个套路 所以说呢 当我们讲这个 右插角和左插角 放在一块 右插角 左插角 它是有这个高探码 高探码开始的 高探码开始 然后双手相合 然后往下走 还是腰胯这个气要往下沉 往下沉 双手下按铝 然后做 左铝劲 然后踢腿 踢左腿 双手 然后双手交叉 那么做盖部 然后双手上门 然后踢脚 啪 那么这位右插角 右插角 它踢完了以后 啪 合过来 然后转身 双手上门 啪 这叫左插角 这叫左插角 它在这个实战 运用的情况下 那么说它的综合 是这样实战运用的情况下 比如啪 一个踢腿 踢出去 啪踢出去 上下 上 往下干 再交往上干 往上踢 啪 一个转身 啪再踢一下 就这么一个转身 在实战上 这么用的 面对敌人 啪踢一脚 啪再踢一脚 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为了这个套路的结构 综合起来练习的话 那么它就有讲究了 因为套路是练习功夫的 综合将你的功夫达到一定程度 那时候在实战中才能应用 所以说套路的综合是比较严格的 严格的 好 那么下面 我再做一次这个左插 右插角和左插角 细微的动作 我给大家讲一下 高探路 从高探路开始 现在按照套路的运行的话 我是肺对着大家的 然后双手 然后气 往下伸 双手打开 右手 左手看住这个丹田 右手往外撑 把劲 打的是横劲 然后双手内壳 双手内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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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上腾 啪 在内壳的情况下 啪 上腾 然后往下沉 铝 按铝 气往下沉 啪 按铝 当腰成圆 那么说重心 现在这个重心 是在这个右腿 但重心虽然左蹄是这个须部 但可以从重心的部位 转到这个须部上中去 这个重心可以靠到这个左腿 按铝 啪 才能有弹簧劲 走 啪 走过来 注意 注意 左手往上 悬化骨 往外翻 往外翻 再向铝合 双手交叉 那么同时是这样做的 走 按铝 起手 啪 脚后跟着力 双手交叉 双手交叉 可以跪到地下 也可以叫跪步 也可以不跪到地下 要双手交叉在胸前 翻掌向上架 翻掌向上架 擦脚 拍脚 啪 这么做 然后拍完了以后 啪 拍完了以后 踢 摸腿也可以下去点地 也可以不下去 翻脚 拐步 拐步 翻脚 那么手 里合外翻 右手里合外翻 啪 走过去 注意 啪 里合外翻 双手交叉 左手 往右手这个位置 画弧 双手交叉 右手内合外翻 那么左手 好 向右手方向 摇插 注意 然后 拍脚 走 身往上扯 好 气往上扶 旋转身往右转 啪 注意左脚变成脚尖 到地 啪 往下 双手再上扯 双手上扯 然后再拍脚 啪 这叫左擦脚 左擦脚 好 再注意 再注意一下要点 走 双手交叉 走 按旅 啪 向下 啪 还叫啪 啪 走 翻 上扯 啪 好 这叫左擦 右擦脚 左擦脚 嗯 好 大家再看一下要点 从高探马开始 高探马开始 高探马开始 双手相隔 走尖劲 走下 走 一 下沉 上捧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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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上捧 上捧 上捧 捧并不是说 他的胳膊直接往上架 往上捧 往左画幅 注意右臂 右臂往左画幅 好 同时架起来走 往左画幅 好 再来一次 走 往左拍脚 注意 交叉 劲往 往左旋走 右手走 左旋 起 啪 这个字 拉 拉 这个字 拉过来以后 要往右手 往左旋 往左旋 啪 拍脚 那么翻过来的话 翻过来的话 拉开了以后 肯定左手要往右旋 左手往右旋 拍脚 走这个弧度 然后上下 就可以 是这么做的 当拍脚的时候 做这个插脚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腿 腿不能是直的 是直的话 你手探不到 探不到脚的脚链 所以说腿要是弯曲 弯曲一点 弯曲一点好 好听 上下的合劲 这么去踢 拉开 放松 这样踢住 不要叹 也不是说 用手去拍脚 弯腰去拍脚 不能弯腰 要立身中正去变化 如果弯腰的话 就完了 用手 踢 用脚踢手 手去迎合 上下的劲是合劲 这样的话 平衡力才能做好 好 接上是高探马的定时往下走 现在我是背地的大家 双手走 上躺 上躺 往下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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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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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现在将右擦角和左擦角 它们的实用要点给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说大家明白了实用要点 然后在以后的练习中有目标有目的性地去练习拳 这样的话就是练习拳的光明点 左擦角和右擦角 如果说对方 比如说对方的拳向我进攻 注意点手还是看 同时看 同时看 如果说咱们刚才在练习 左擦角 右擦角是右手拍右脚 那左擦角是左手拍左脚 是这样的 比如说对方的拳向我进攻 啪 这个脚正好踢住对方后心 后心的部位 好 出拳 啪 也可以从背后踢到后脑 也可以踢到后脑 踢到后脑 踢到后心 踢到这个面门 腰肾的部位 也可以这么踢 直 直踢 走 啪 这叫左擦角 左擦角 右擦角是同样的 同样拉开 啪 踢出去 往上踢 拍打往上踢 是这样的 也可以踢 也可以踢 对方的钳 啪 一钳打过来 啪 往这边 你看一下 钳向往打过来 这个手看 啪 也可以下踢 上踢 下头 这么踢 也可以踢到下头 也可以转身踢 也可以转身踢 让对方 啪 一钳打过来 啪 搭 一脚踢到这个部位 所以说它在实战中属于一种步伐性能 可以概括 一种步伐性能 实用方法 不适活的 再往前进攻 啪 啪 啪 这样上下拍 这个看手 这个踢脚 上下拍 往上踢的 好 三十一 左灯一根 左灯是一个含义 一根是一个含义 那么左灯 左灯就是左灯 它不是单造的一个灯 它是一个深化的根 它是一种续放的概念问题 它意思说你蹬完了以后啪 要注意下面的动作 下面还有动作 是一个连贯性的内盘要求 它也不是说一根两根的根 是根 根上的根 颈根的下面还有东西 并不是 我蹬出去 完了 蹬了要收 啪 要收 是一个深化 深化跟颈的意思 接这个左擦脚 左擦脚的后势拍完了以后啪 拍完了以后 注意双手吊个阴阳旋转 双手相合 深化往左转 直接拉开深化走过来 那么后身往后侧啪 对开始 对开始 再注意 跟随腿 身体往后掉 向左转身 双手交叉 然后再分开 是这样的 然后叉脚 旋转 分开 叉脚定式 双手相合 分开 然后是定 往那边看 看左左侧 手往外层 往外层 往外层 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 再注意一下 好 插脚 前边虚不点地 注意右手 随身体左转 双手相合 一 二 二 脚尖 内旋 以脚跟为主 内旋 拉开 再走一下 须部 点地 身体左转 带动一腰劲 带动左转 走一 右脚尖内扣二 右脚尖 右脚尖内扣二 然后 啪 双手相合 合 合住身体 再走 一 啪 合 身体下沉 提腿 拉开 提腿 合住 收腿 啪 然后蹬出去 就是一个叫啪 把这脚蹬出去 蹬出去之后即刻生毁 拉开 拉 背面动作 重心在右腿 然后看右手 双手合 啪 拖开 啪 一 一 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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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将左叉脚的定式 接着 左蹬一根 给大家演练一下 左叉脚的定式 重心在右侧 好 注意看右手 放松 拉开 走 双手 吸气 合成 提腿 好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꼇 ithe 泥 � suburban 油 之后 歪 板 屋 这个左灯一根顾铭思域,那就是左腿,啪,提腿。 往上蹬,但是这个蹬的位置,一般的话是用脚后跟往外蹬,那么往前脚踢,也有用这个前脚掌蹬出去的,用脚后跟蹬出去的劲呢,是外劲,是受外来的力,撞击的一下。 用前脚掌蹬出的劲,是渗透的内劲,有啪,爆发的一种渗透力,那是五脏剧烈的感觉。 所以内加拳和外加拳,在实战蹬腿踹踢的时候,它都不一样,包括在实战的过程中,实战的方法都不一样。 也没有一个人站在那儿,让你给他左蹬一根,蹬一下,没有人。 人都是在实战中是博变的。 那我说太一拳它有一种特点,就是眼镜落伏。 在实战的过程中,你向我进攻,发现啪,啪,啪,我身体很灵活,腰马功夫很好,很灵活,飘然过来。 那么对方向我进攻,它是有趋到直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趋直,正好进攻到这个位置,才是内加拳的方法。 如果说对方这么不动,你过去吧,人家会封住,引进落空,就是当对方的劲儿,让对方的劲儿霸发出去了以后, 给对方薄弱的环节,造成一种打击。 所以说对方要走,啪,一脚踢出去。 让他一身,胳膊啪,都受激,一手胳膊都受激,只要发出拳,他就会挨挡。 那么都挺的时候,这个手也是往外架的。 你啪,往外架一下,或者啪,搁挡一下,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说,你啪,就踢到那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当对方的力量往前的时候, 这一切的部位都是薄弱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讲学的时候,讲到这些, 以后朋友们在练习的情况下,相互的对练的情况下, 初想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要手下留情点到位置。 好。 第三十二前汤二步。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奥布 那么这一次呢 在这个奥布前面加了一个钱汤 所以说从形式上看类似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一个奥布 那么加了一个钱汤 就和前面的奥布的用意不一样了 那这个奥布 有人称之为上三步 连环上三步 趴一蹬腿一步 两步三步 上三步 蹬马拉腿跨了一步也算一步 称为上三步 这个步就是迈步如猫血 是蹚出去的 有看听之意 像蹚水一样蹚过去 往前 意念往前蹚 过蹚的意思 趴的意思 所以说当这个左蹬一根 趴 蹬完后的腿 不能落地 然后趴 一个外部 手往上爬扶 趴 手往上爬扶 这是一招 这是一招 然后重心往前移 移的同时踢腿 啪 迈步 第二招 然后重心 再前移 啪 三步 也叫我上三步 但是这个上步 要注意 蹬马拉腿的轻轻的上步 这步 不是四十五度 不是四十五度上的 它是直线上的 几乎是直线 也可以说什么十度 啪 提腿 迈步 往前走 快速做的 话做的这么多 啪 啪 就这么做 这是 在实践上快速进攻 啪啪啪往前 迈步 边倒边倒 边上步 第四十五度 现在 我再将这个前膛奥骨 接着左蹬一根 接着左蹬一根 前膛奥骨 我先走 一下 好 左蹬一根 收拾 提膝 哼 再做一下 vår 没有 从一个帖子 到了 还有 我们 看到 我们 要 我现在 廊疼奥骨 在实战的 寓意上 其实就是上步 连三赶次的上步 紧跟着 一脚踹倒 然后跑过去 紧跟 那么在权势中不可能说有这么一招 跑下去 因为权势就不好看了 那么权 它讲的一种练功形式 目的就是练功 一种协调 练功 那么我们来当对方的权 往过这边进 啪 可以上去 往来打倒 上去啪 卖布 把它打倒 这都是前汤 傲布的用法 汤 注意 当对方的权打过来 啪 汤 一汤 正好挂着对方 后侧 挂着对方后侧 别小瞧这个前汤 傲布 它用起来 不太好 啪 出去 单上 前汤 傲布 啪 合进 出去 轻轻一走 傲布 啪 出去 前汤 傲布 啪 都是一上路 啪 就要打倒 这个一上路 啪 就要打倒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走一下 走 汤 木 注意这个 汤 啪 汤 出去 啪 在这 走 啪 走 汤 啪 走 一个汤 路 二个汤 路 三个汤 路 走 在汤 路 好 第三十三次 基地锤 基地锤 是在前汤 傲布的基础上完成的 也是连三 赶四 啪 往前赶 然后基地锤 然后基地锤 现在 前汤 傲布 啪 啪 注意个定势 前汤 傲布 重心在后腿 脚尖翘起 这个是前汤 傲布的定势 然后 脚趴时 身右转走 一趴 脚趴时 身右转趴 拳 掌 变拳 内核 内核 外翻 内核 外翻 趴 看右拳 看右拳 趴 撩起来 看右拳 好 再做一次 好 一 起 现在 重心在右腿 跟右腿 螺旋参丝 左膝盖 领劲 好 至走下巴 走 一 上伸 随可下伸 手往下 手往下发布 那么 右拳 基地 走 然后 再做一次 前汤 傲布定势 他脚右转身 他国拳 右手 看右手 右手往上 以轴关节为轴 右手往上 哈 可以 右侧 然后 螺旋参丝 这次 经过 胸前 或者 肩上 哈 拳 往前 砸 这叫 居地 哈 也可以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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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拳 那么 身体以腰为肿 拉过去了以后 左肘 随身体转换 随身体的右拳 下肌 也可以发现 各人 都往上打 全往下摘 往前 全架摘 往上摘 全往上摘 全往下摘 打 当部 小腹都可以 往前的话 全往上摘 往下的话 反正 各有 各有 不同的意义 好 左灯一根 前膛二部 基地锤 它们都是 相互相成的 一系列的连贯动作 是分不开的 内盖是分不开的 现在我将左灯一根 前膛二部 基地锤 连贯动作 一遍 左灯一根 好 蹬脚 提手 提腿 落步 走 一 二 三步 握拳 呼 呼 呼 现在 好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现在我将这个机地锤的实战运用动作要点给大家谈一下 第一个要点 当对方的拳向不进攻 还是以前他奥布的揭示 当揭拳的时候 猫布已经偷偷地到了对方这个右腿身后那侧 他轻轻就打不手 这叫合劲 对方的拳打过来 我的拳接过去 两劲合一 两劲合一 看见了没 两劲合一 合一的时候 相当于我的劲 驾驭住了对方向我击打过来的力量 然后我承载他的力量 给他一个反转的角度 涮他的胳膊 走涮劲 这样的话对方的腿就走不掉了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走 啪 对方的腿撤 撤不就撤不掉 所以说往下走 走画 走涮劲 这个我们平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随便画一下这要功夫的 手掌胳膊里面有内劲 有听劲 可以控制对方 所以说接手的同时就上路 接手的同时就上路 这叫猫 轻轻的偷袭到对方 身后 不能让对方走 然后控制对方 让对方这个拳就无法向我进攻 一打他就扭过去了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才能走 击地锤 击地锤往下击啪 可以往肚上挡 也可以往大陆里面挡 总之来说往下挡 它是一体性的一个动作 走啪 还是进肌落空趴 让对方根本就没有回转的机会 没有回转的机会 哈 这样走 那么还有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歌曲一和歌曲二 转过脸来面向南 东灯 左脚看齐南 连三赶步 腰脚健 深入虎穴 用手探 用手探 那么说 他这第一个歌曲一正将 左灯一根给描写下来 那么第二个 歌曲二 放开脚步往前探 摊 一把东灯 左足悬 下机一锤光致命 然后回身欲飞天 这个回身欲飞天 我们先不说 回身欲飞天我们先不说 一会再说 比如左灯一黑灯完了以后 然后上步 上步 打过来 让机梯锤 一下子再扎雪 往下打 好 它这是一个连环的三个 三个动作 连环的做 是一种在实战中 人多 征战的情况下 包括步法 包括身法 大型的步法和身法 综合到一起 形成了真实太义拳 练习功夫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机梯锤 下机梯光致命 这往下 伤伤不赶上去 然后机梯下机梯光致命 然后回身欲飞天 那机梯你没看见 回身欲飞天 转过来 再走第二期 机梯锤往下机 然后双手走错劲 左手往下 那么旋转身体往右侧 用爪劲往上翻打 啪 机梯锤 往上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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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现在我们说第三十四个动作 踢二旗 踢二旗 接肌地锤 肌地锤 然后翻身 啪 发劲 往外翻 下一个动作呢 勾脚 扣脚 打过来的劲 扣脚 身心往右翻身 画骨 横侧画骨劲 画骨 拳筋上面 头上往下 往下沉 左手合育 左胸前 全面往上 右手合育 右趴上侧 重心在后腿虚部点地 现在我再做一下 走 一 二 再做一下 肌地锤 一 二 这叫连接动作 连环动作 那么往下 第二起 劲往下沉 心系下沉 头顶领起来 这个左手合育 胸前 提腿 提腿 迈步 啪 咱 走两步 然后拍手 手 右手 经身扣 向前合拍 简单的做一下 走 提腿 一 再反过来 一 所以要合手 提腿 落步 脚后平落步 落步 重心 做一个 助力动作 啪 落步 提 再注意 再注意 要点 提膝 落步 踏 踢脚 那么这个步 可以踏空 可以踏空 扣地 往前走 现在我将 第二起的连续动作 做一下 击地垂 发劲翻身 愣 扣脚 踩 踢 提膝 反面动作 发劲 愣 好 往下踩 提膝 拍脚 踢脚 踢 踢 踢 第二起 的实战作用 那么 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上一次已经说了 翻身 啪 翻身 打肘 然后再翻身 这一整个招式 翻身打肘 你们已经明白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助力前跳 腾空 掠起 然后 踢 有下向上 走合进 踢 这个对方的 这个下 下 下合的部位 往上啪 往上踢 腾空 助力 往上跳 这和擦脚不一样 擦脚不是相隔 而这个助力往上跳 使周身的力 力量 周身的重力 一起往上走 还有助力前跳 跟踪 紧跟的意思 一转身 啪 一转打过来 对方要跑 紧跟着 然后踢 紧跟着去踢 它是一个连换性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练功的时候 一定按照太极拳的套路的要求 一点也不能差的 去将功夫上身 然后才能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 好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隔绝 隔绝上说的很明白 是这样说的 二足连环起 全身欲半空 不从口下踢 盒子血流红 口下就是下河 一脚往上飞踢下河 啪一下 仰面朝地 然后就像这个歌诀描写的一样 好 第二期就讲到这 不许可我 这个歌词 有点 不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